心血管堵塞该如何处理 我的舅舅今年63岁 心脏的心血管已经阻塞了三条 而且在95%至100% 原本要做入心脏搭桥手术 可是舅妈却不要她做手术 要她接受原始点疗法 我想知道 以她这么严重的情况 是否还适合使用原始点疗法 还是说先做手术 然后才使用原始点疗法 作为术后护理 附上心血管的片子 让您更清楚了解情况 请让我了解 因为非常紧急 谢谢 多伦多团队回复 您并没有说明 另就是否有不适的症状 而吸一器检测的结果 也仅能作为参考 您既然认为非常紧急 请尽速联络当地原始点 推广中心的职工 并且带家人 来学习按推的手法 以及正确补充热能不足的方法 必定会对您产生帮助 如果做了手术后 再将原始点作为术后护理 表示您对原始点医学 不了解 以及没有信心 请您观看 张昭汉医师最新的演讲视频 您会进一步认识 原始点医学 是当今最符合人类需要的 医疗方式 我稍微做补充 其实回答的都重规重矩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旧患者的提问 他说检查出来好像讲得蛮严重的 然后一定要立刻做手术 但因为可能他先生 他可是舅妈却不要他做手术 也就是他太太不愿意 而要他做原始点 在这种情况下他来问 那我的看法很简单 就是志工大致都有回答 我补充一下就是 所有的检查 他只是一个果 也就是他不是疾病之因 那西医处理就是当下 就处理这个果 但问题就是志工有提到 你没有提他有什么症状 为什么你要去做心脏检查 然后才检查出这样 那原始点他是解决症状 不是要解决体内的异 不是要针对体内的异常 形态来处理的 不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 你没有把症状写下来 这是志工讲的 可能你对原始点也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你是他 比如说他心脏已经常常胸闷胸动 我才去检查 假设他这样说 我就替你们替问者 这样提出来 他可能有心脏很多的不适感 比如说疼痛 那如果要解决疼痛 也不应该手术 为什么 手术跟他的心痛 没有因果关系 而且开心手术 其实对身体还是破坏 会消耗热人 所以当然站在原始点的角度 不认为要从手术下手 而是应该先解决他的症状 按推 然后加强温敷 那按推 加强温敷 虽然不针对 这些阻塞的问题 但是 它循环变好 局部循环变好 这些阻塞 也可以改善 这样的例子之前也有 我记得以前 在马来西亚 也有一个患者 自己 讲出类似的经验 就是他检查出来 也已经都堵塞 西医叫他要立刻做手术 那他不愿意 然后不愿意下他 因为知道原始点 然后开始按推 然后温敷 结果医师还是催促他要去 他自自不离 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 他再去医院 竟然检查 这些都改善了 而且他的症状也 胸闷胸痛 这些都完全改善 甚至都好 所以他上次 我记得几年前 我在马来西亚 他们是现身说法的 然后来分享这样的案例 所以很明显 这样从果 也未必能解决他的症 然后西医讲得那么严重 事实上如果那么严重 手术难道没有风险吗 这个都要考虑 但一般人大部分都会比较紧张 西医说什么 就以为是什么 那我看原始点已经讲过了 这些检查出来不是疾病之一 就是疾病之果 那为什么他会堵塞 他的因从哪里来 他的因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当他在接受原始点的时候 他已经在接受治疗 已经在处理你的堵塞 所以这一点可能 他会这么对原始点不了解 他完全是只听西医的一面知识 那对原始点确实是不了解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去看疾病衰老 这些看清楚 那我今天的回答就是 事实上原始点是可以处理的 那如果我是他 当然如果你问我 你舅舅这样 你认为应该先手术后再做原始点 还是先做原始点再做手术 我的看法 最安全 最安全的做法 你按推看看 按推又没有风险性 然后按推 几天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看看患者症状有没有改善 我相信如果按推 够到位 然后温敷 他一两天症状 说不定就改善 那改善 已经都改善了 你还要叫他冒险吗 那一两天就可以 找出答案了 马上印证了 原始点他是做出来 不是讲出来 那你看如果患者有胸闷胸痛 西医有没有办法跟你讲 他一天就可以改善 一两天就可以改善 做给你看 没有办法 所以这也就是志工讲的 原始点是符合人性 而能够尽量不开刀 是不要做开刀 那你要知道原始点有没有效 就做一两天就知道 那也不至于耽搁 那我是对原始点非常有信心 症状一定可以改善 那改善了至于异常形态 他也会慢慢改善 我就补充到这里